参与一些活动 尤其师父上人周年追师纪念会 那我们一直归讲 事实者如事身 我们对师父上人的感恩 不因为他老人家缘起而减少 这份恩德 我们从自身的受用 家庭的受用 感觉这份恩德 越来越深 越来越广 这个念恩的心 跟菩提心 相应 就像自己 回想 人都带过去生的习气 自己小的时候回外婆家 这些同辈的亲戚 都是回去玩耍的 结果自己回去 是要做生意 过去生的习气 很重 没有遇到师父上人这个缘 那这转不过来 可能一生就干追名逐利去了 甚至于 自己 人中很短 比较短命了 真的四十几岁的时候也身体不好 人确实是有命述的 命可以改 也是师父的恩德 对我们弟子的栽培 来护念 让我们能尽一点力量 来推广 传统魔法 有广佛法 积累一点福报 所以 会命来自于师长 其实连生命 也是师长的恩责 也是师长的恩责 那老人家 对我们是无私无求的付出 那我们怎么报这个恩呢 依教奉行 以师志为己志 那依教奉行 我们就想到 他老人家的教诲 学佛 首先 扩宽心量 其实 扩宽就是 恢复我们本来的心量 我们也跟大家 有提过 佛经的比喻 我们的心量 本来好比大海 结果这个大海 起了个小水泡了 我们误以为 这个水泡是我了 这是佛法里面的一个比喻 我们 有遇到 不能包容的人 就要想到这个比喻了 想象一下 我的心量是大海 现在怎么人眼前 这个人 我都容不了了 我把我搞成 那么小鼻子 小眼睛了 这就不至爱了 尤其 我们有这个缘 跟 师长 结的师生缘 我们向他老人家学习 我们向他学 这个学有效法的意思 越学越像 首先从那里向 老人家说 普天之下 没有不爱的人 没有我不能包容的人 从这里开始 笑法了 我们不这么笑法 那无量寿经也念不相应 古量寿经说 于诸众生 视若自己 说到 一切 皆成佛 是吧 为度 有情 令得度 以度之者 使成佛 假如我们心里面 还有不能包容的人 这些经据很难相应 我们这一段时间 大家一起学习 师父上人 四十八院的讲记 刚好我们就 上一次 讲到第十九院 文明发心愿 发菩提心 显案大师 还指导我们 发菩提心 劝发菩提心文 代表 发菩提心 在 修行的道路上 是最重要的 印光祖师说 发菩提心 是修行的 祖帅 这个是比喻的 军队 元帅很重要 元帅 稀里糊涂的 迷糊了 军队就 溃散掉了 甚至于都不知道 方向在哪了 甚至于还搞得自己人 打自己人 所以我们 自己的菩提心 是修行的 祖帅 所以四红四燕 就是修学的次第 众生无边 四燕度 这发菩提心了 菩提心是我们本有的真心 我们有这个认知了 我们就不会没信心了 哎呀 我不行 我发不出来了 本有的怎么会发不出来 不能顺着自己的感受想法 遇了圣教了 佛是真语者 实语者 不狂语者 不义语者 我们对佛的教诲不怀疑 佛开悟第一句话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那诸位同修 我们上个月有没有很沮与 很气馁的时候 那这个就是信心受影响了 佛这一句话不可虚于理也 一切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所以要对自己有信心 而且我们有信心 别人才帮得上我们 自助者天助 自救者天救 自己放弃自己 神也帮不上忙 自弃者就天弃了 我们学佛的人 要重视领悟 悟性 感悟能力 师长有说 这个念头的作用 非常的大 我们 这个念头 一没有信心 兵败如山倒 大家有没有经历过这个感受 搞到谁也不想见了 这样的情况 有一次不能有第二次 感受到了 没信心的时候 一直往下滑 老儿上说 张家大师交给他 不饿过 后不再糟 我们有一次感受到 没信心 拼命往下滑了 不能再让这样的事再发生了 事长讲经说 怀疑山崩地线 大自然山崩地线 这个一怀疑也对自己的影响 也是不断往下滑 甚至于都感觉 不知道哪里是个底 哪里是个头 所以性为道源功德母 是非常关键 性是道的源头 源头活水 功德的母亲 母是能生 性心保持住了 正念分明 起心动念 一言一行 就是功德 跟真心相应 你这个性心没保持的 怀疑了 沮丧了 甚至还 批评毁谤 那这个差别就大了 应该一念之间 是功德 还是造罪业 都在 自己的念头上 所以师长也说 一个念头 周遍法界 大家有印象吧 念头周遍法界 尤其提到西方极乐世界 所有的菩萨 我们起念头 他们都知道 我们起一个 求生净土的念 他们全加持了 我们起一个 没信心的念 他们加持不上了 想加持 加持不上了 他们加持不上了 谁得其变了 魔得其变了 现在魔在抢人了 尤其我们 假如又有机会去 宏复正法 哇 那我找机会 破坏正法 找谁来破坏 找我们 刚好在因缘当中 施了正念 他就得其变了 那我们本来 积功累得的因缘 可能就变成造业了 可能变成让大众 没信心了 我们越感觉到 一念的差异 天朗之别 我们对念头就 谨慎了 恶念做圣 圣狂之分 在一念之间 非礼物动 我们起个怀疑了 不礼敬自己 不爱自己 那非礼物事 这些句子 对我们修行人太重要 因为修行 一切行门 要达到什么目的 清静静心 这是策务大师的法语 一切法门以明心为要 所有的法门目的 帮我们恢复自信 帮我们恢复自信 明心 明心 一切行门以静心为要 我们一教奉行 都是为了达到亲近心 所以我们自己 要检查自己 心有没有越来越清静 要敏锐 我一看这个抖音 一看这个短视频 我就被他吸过去了 修行人警觉性要很高 一看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过去了 而且我的心 随着他在起伏了 不清静了 所以诸位同修 我们传统话里面讲 知己知彼 百战不殆 我们现在是要面对 无始劫的轮回 我们要跳出去 这个是圣战 圣战 这个不能掉以轻心的 而我们知己知彼 我们现在外在的环境是彼 外在的诱惑 比一百年前 十倍百倍千倍都有 我内在的烦恼 又比一百年前的人 多很多 我们再不关照 这些会动我们的 清静心的因素 那我们怎么可能 清静心能现前来 怎么可能能进步呢 所以弟子归说 非圣书 禀物事 那不是说不好的书 不能看而已 这一句要延伸出去了 我们一切所看所听 会影响清静心的 都要避免掉了 这个叫至爱啊 这个叫闲护啊 闲护首先要护自己啊 自己我们护不了了 还要护家人 护众生 谈不上了 所以我们高度警觉 所看所听 所接触 六根接触六层 会让我们的心动了 不清静了 这些都要避免掉了 这些都要避免掉了 其实这个老和尚讲清的时候 都一直强调了 所以老和尚说 他把手机丢掉了 诸位同学 老和尚 这程度比我们高很多啊 他都要把手机丢掉了 我们丢还是不丢啊 当然大家 意义不意语 我这个丢的意思 就是不被他控制住 用他 不被他用 当然你能放下 那是最好的 以前修行在哪里修啊 阿南诺 阿南诺是什么地方呢 听不到牛叫声的地方 古人修行啊 一开始还得找阿南诺啊 我们说 大营 营与草 真正 厉害的人 在皇宫里面修 在当大官里面修 在菜市场里面修 那得程度够才行 修行也不能打走脸臭胖子 我们工作在忙碌 一个月 也要找个几天 尽量万元放下 好好念 这个都要靠自己 去调整 去安排 不然我们 这个心就随着忙碌的生活 好像越来越陷进去了 师父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每一个人所遇的家庭工作的境界都不一样 都要自己用经典牢上的教诲来思维 来应对这个境界 像陈德也跟大家分享过了 黄老师 黄老师说得对 要把念佛摆第一 不要求我们当唯一 要摆第一 因为自己每天要处理事 你平常不念佛 突然有事了 你的心也很容易慌 定不下来 所以不能因为忙 变成借口 不念佛 说实在的 我自己也感觉自己找借口的习气很重 这个是自己要对峙的重点 已经很容易找借口了 现在一忙更有借口 那就麻烦了 不过在这里要跟大家 这个忏悔 因为年初我说要念两万 现在战况 不算太理想 不过 基本上每天有超过一万 有时候不小心念到三万 不小心的时候 但是就没有少过一万 一般都在一万以上 不能当借口 养成习惯 那自己就感受到了 在做事当中 在与人应对当中 比较容易提起佛号 佛号一提起来 这个妄念情绪 就不容易起作用了 不然 一浮躁 一有情绪去处理事 可能越处理问题越多 延伸出副作用出来 那会有一种恶性循环 如果好好念佛 心比较定了 事情处理了 处理了稳妥 慢慢这个良性循环 就启动了 刚刚跟大家提了手机 老上说它丢掉了 然后我刚刚又说 阿南诺修学 不要大家明天就跑山里面去了 家里的人找不到你了 家里的人 待会就联系不上你了 急得半死 因为你把手机丢掉了 最近越来越体会 佛陀讲般若 这是纯大臣 讲了22年 为什么讲那么久 因为我们在五死节的轮回 太容易执着了 听一句话就走一句话了 经历什么事 就执着在这些经历的经验里面 就很难因无所助了 所以大臣起兴论 教导我们 听大臣佛法怎么听 离言说相 离这个语言文字 大家不要着在丢手机了 一直着了 考虑不到 待会会发生什么事 到时候家里的人 就不让你 听客了 听着哪方人物 一听就这么极端的行为出来了 所以我们做转变的时候 也要考虑到身边人 能不能理解 修行是放下自我的感受 自我为中心 随时能感受到别人的心 不能学了佛了 坐在相上了 都体恤不到 亲戚朋友的感受了 好 那这个刚刚啊 跟大家 举的 我们要知己知彼 这样才知道啊 怎么互念好自己了 现在外在的诱惑那么多啊 称得要受此 严止的事物 非礼物事 非礼物听 非礼物言 非礼物动 我们经历过 六根接触六成 让我们不清静了 那么越贪着了 自己就要慢慢放弹 要远离 这个警觉性要自己不断提高了 那刚刚提到我们上一次就是一起学习的第十九月 文明发行 文明发行 老上也很具体啊 知道我们 这个菩提心呢 就是五心 真诚 亲近 平等 正觉 慈悲 我们刚刚在探讨啊 你遇到一切静缘呢 会让自己心不清静的 就要远离了 这个是在护自己的真心呢 真诚 没有应付 没有虚假 其实啊 我们心里面的见人家的过往 就很难真诚 大家有没有经验 比方说你在跟人家谈话 对方讲了一句你很不喜欢听的话 你听完之后啊 接下来他讲的话呢 你是怎么听怎么不顺呢 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就不真诚了 所以当我们关照到 自己听了人家一句话 不高兴了 称慧兴起来了 不怕念起 只怕绝词 马上心里念佛了 调整自己的心呢 还是要真诚听人家讲 这何处是道场 每个静缘啊 每一刻啊 都是道场 我们一不关照啊 就顺着习气 轮回心 照轮回业了 称德恩 很多年前也遇过 同学就说了 哎呀你刚出来讲课讲得好啊 现在越讲越不好了 越讲越乱讲了 对方还坐在对面 你看我们当下的心愿 能不能调整好 这论语说不以人废言嘛 人家会这么讲 他可能有他的角度啊 可能真的我们最近讲得太深了 所以诸位同学啊 你假如觉得听不懂我讲的 可以提出来啊 不要闷在心里啊 所以 当然力士练行啊 不能听到人家一句话 自己心里 不欢喜的 这个真诚就 提不起来了 在这些境界当中 观心为要 好 我们看了这一院 经文我们读一下 我做佛使 十方众生 吻我名号 发菩提心 修诸功德 奉行六波罗密 兼顾不退 这是第十九愿 第十八愿 十念必生 强调 专念佛 第十九愿呢 强调要发菩提心 我们上次讲到九十三顿 上一次我们讲的这一段 第一要发愿度众生 要帮助众生 协助众生 成就一切众生 这是老和尚的法身设立 不能挑着学了 我们要保持住 帮助众生 帮助众生的心 协助成就众生的心 念念念为他人着想 这个心要保持住 因为不保持 又是忘心 又是轮回心 真的 这个心保持住 身心很 清安多了 因为这个心念保持住了 这个贪嗔痴慢 也不容易起来 贪嗔痴慢 都是跟着我起来的 我贪我嗔我吃 我慢我矣 所以实实在在讲 不是我们在帮助众生 众生帮我们 你体会到这一点 真的是生活在感恩的世界里 我们假如觉得我在帮众生 有时候不知不觉 这会有优越感 慢心会起来了 我们有一个同修 他们 是成立助念团 他接触到多少 身重病的人 亡者 会了解到他的人生 他的家庭 帮助自己 家财万贯 一口气不来就走了 身那么重的病 有果必有因 这些因不能造 对因果不能存侥幸的心 小人形险以侥幸 侥幸心也是修行的大障碍 对佛讲不能打折后 所以他从事这个助念工作 深深感恩这些一切人 一切静缘 真的是众生在帮我们 不然我们在人道 很容易就随着享福 就离获去了 造业去了 像成德之奇 就感觉 能跟大家这样分享 我正念比较提得起来 我也不容易懈怠 假如没有这种服务大众的机会 中摸西摸 有时候时间也过去了 我是越想越感恩了 好 那市长接着说了 如果我破坏众生 障碍众生 嫉妒众生 阻挠众生 这是造阿比地狱的业 阿比地狱 不好玩 诸位忍者 你们有没有看不顺眼的人 假如还有 就很容易造阿比地狱的业 你心里存着 看他不顺眼 机缘一到 你铁定批评他的话 就出去了 有这个因 欲那个缘 会忍不住的 而且人跟忍会交感 我接触过一些人士 真的 比方说这个 假同修 在批评那个乙同修 我可能 没有多久 就会收到那个乙同修 批评假同修 互相交感 一个巴掌拍不下 他怎么批评 我们不回嘴 他有优点 我们还赞叹 这叫不被境界转 才能转 才能转境界 修行用一句话来讲 任言经说的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所以修行就是要提升到 不被境界影响 不起烦恼 不起情绪 然后还真心回应 就能转转轻 就能转渊轻为法律 所以我们 从心地深处 要放下 对立 放下这个看人不顺眼 的喜记 尤其 我们读无量述经 有一品经 大家应该是特别 欢喜的一品经 德尊普贤第二 大家觉不觉得 念这些句子的时候 很发喜 心大悲 明有情 眼之变 受法远 心肠地住 度世之道 这些句子多好 而且西方极乐世界 普贤菩萨的法界 我们得把频率接上去 这个科学 也帮助 我们学佛 科学 发明了 这个电视 频道 按准 这频道 就接上了 我们的心形 不能离开 五贤 十大院 第一院 礼敬 诸佛 你没有前面的 后面没有 你不能礼敬他 你怎么称赞他 我们有对他礼敬 这个称赞才会自然 所以普行行是 见性 或着相 见人家的本性 一切众生就有如来之会得相 无趣 见人家的习性 他那个习性是不觉本无 可以去掉的 所以我们要练一个心境 不把人家的故事放心上 不然就理经不了 也称赞不了 也供养不了了 这样心就跟普行行 相应不了了 也做不出来了 好 所以这个都要立事练心 你看哪个人最不顺眼 去练习 赞叹他 一开始会起 基督哥他是正常 实而勉强 终则泰然 一开始都是要勉强去依教奉行 要把本来的惯性突破 你看这个嫉妒心也是与生俱来了 要关照到这个嫉妒起来 好好念佛调福 然后去称赞他 去对峙那个嫉妒 八万四千法门 都是在下对峙的功夫 菩萨万恨归纳成六个纲领 这个六个纲领就包含万恨 这六个纲领都是对峙 布施对峙奸贪 持戒对峙恶业 忍辱对峙称慧 精进对峙懈怠 禅定对峙散乱 般若对峙于痴 而这个对峙啊 修行靠个人啊 你说这个对峙的功夫啊 老和尚能帮我们吗 他老人家能帮 他一定帮的 他老人家这么慈悲 师父领进门啊 修行啊 靠个人 我们昨天呢 接触的人事物啊 我们有没有对峙烦恼 这个都要自己去观照 去下功夫啊 不怕念起 只怕绝持 事长讲了 你有这样不好的心念呢 造阿比地狱的业 因为这不但没有发菩提心啊 跟菩提心恰恰相反 那是迷惑颠倒 这种人呢 决定不能成就 三宝在慈悲啊 也加持不上 我们的心念啊 障碍住了 那谁能加持他呢 妖魔鬼怪 而且被妖魔鬼怪一加持 这个脸也有点接近妖魔鬼怪了 所以我们照镜子啊 要敏锐啊 一照 这里的肌肉有点不放松了 心念不对了 哎 警觉性要高啊 因为啊 妖魔鬼怪的心形呢 都是这样的 嫉妒人 障碍别人 陷害别人 你的心愿跟他的心愿完全相应了 所以妖魔鬼怪啊 都加持 你啦 使你的罪业 越造越大 越造越深 将来地狱果报 越堕越下 非常可怕 所以读到这里啊 必定要觉悟啊 我们尽心呢 帮助别人 决定不吃亏 我们修学的路上 有一关呢 有一关呢 我自己的体会啊 毫无保留啊 帮助他人 我们遇到这样的静缘呢 我们遇到这样的静缘呢 练什么 完全放下自私 斩草不出根 春风吹草吹又生 很有道理啊 在这个静缘当中 观照 能不能全部放下 舍己为人 当然大家不要听错了 不是让大家去 壮烈牺牲 这个都不能一听 听过啦 听偏啦 再来 你毫无保留 去帮助对方啊 你也不能没有 顾及你家庭的情况啊 好 毫无保留 好 十万 给他了 好 下个月 你孩子学费出不来了 然后你家里的人都生烦恼了 那个 那个 虽然是想放下自私之力 不过那个 还夹杂的冲动 要冷静的状况 要关照到 不是冲动去做了 不能意气用事 市长这里劝我们 尽心帮助别人的决定不吃亏 对自己啊 决定没有损失 看到别人有困难 尽心尽力帮助他 明天自己没饭吃 不去考虑 不要帮助别人 自己还留一手 这个重点就是 你留一手啊 就为自己了 我们的标准 公则为真 施则为假 你施心了 这个就落实的不彻底了 那大家 我们不要一提这个施啊 那对啊 不能 这个 想自己家里的人 这样我就没有 这样我就是私心了 应主提醒啊 敦伦敬奋 五轮实意 所以五轮关系啊 都是道义啊 都应该去尽这个本分 不是私心啊 是我们在这个五轮的静缘当中啊 增长贪心啊 私心 甚至还延伸到 我也让我家庆眷属啊 都要有钱啊 都要有很多这些物质的享受啊 那这个是往私心去走的 你不能一个修行的人 家里的责任没有尽 家里没有照顾好 然后都说啊 我毫无保留 帮助别人啊 那这个世间的人一看呢 他不会认懂了 佛法在世间呢 不坏世间法 世间的伦理道德 很重要的啊 这个是符合人情势力的 我曾经就见过一个 男 同修啊 他就在大壮面前 一激动啊 我终身做 自愿者 他已经成家了 他的小孩才几个月啊 他的太太又要照顾孩子 照顾家 还要赚钱 你说这不是太冲动了吗 你照顾好家也是义啊 哪有时候你做义工才是义啊 你要光是这个意义都会执着啊 义工 我家里就是诗的 所以我们自己的心念呢 真的要灌照清楚啊 不能出现执着点了 其实说实在的 你在喊那一句的时候 有没有号名在里面 一个人看到自己的骨肉 能袖手旁观的 你说他有意义啊 他很享受那个 做义工得到的赞叹 恭维了 所以 孝经讲 不爱其亲 和爱他人者 为之备得 你最轻的父母你不孝 你自己轻生骨肉不照顾 你说你 你去敬 对社会大众的道义 这很没有基础来 所以师长这里 是让我们不要存私心 这都不能听偏了 那你要照顾好家庭 他现在有困难了 那怎么办 你可以帮他想办法 因为要帮他 延伸出家里的人 生很大的烦恼 我们也是在室里面训练 考虑室越来越周详 历史练行 练这颗心 做人做事不断提升 好 师长这里说 这样虽然帮助别人 不圆满 不究竟 不彻底 就是私心 没有放彻底 是绝 但绝里带着迷 不是完全绝 一半绝 一半迷 真正觉悟的人 决定不会替自己留一点 那才是真正觉悟 彻底 究竟 圆满的 觉悟 那我们毫无保留 尽家庭的本分 尽我们工作单位的本分 不参查 不参查私心 所以要发心度众生 要想究竟圆满的帮助别人 可以帮助现在不如我们的人 跟我们程度差不多 比我们高的 我们帮不上 所以一定要自己成佛 成了佛可以帮助等觉 菩萨 这样度众生才圆满 九届 有勤众生都得度 我都有能力帮助他们 就要自己圆成佛道 我们自己真想帮助亲戚朋友 都会深刻感觉到能力不够 就会更鞭策我们 一定要往生极乐世界 往生就圆正山不对 才有能力帮助他们 不要因为 好像觉得能力不够气馁 要因为能力不够 求愿往生之心越怯了 当然当下还没往生 能力不够 我们很愿意去学 愿意去提升 下一段是这样讲的 自己成佛从哪里做起 从先断烦恼做起 四宏寺院就是教我们 修行的次第 我们一听 听到次第 就是 学习 不能愉悦 不能劣等 要循着次第去做 那这四句 那这四句就是一部 大方广佛 华言经的总纲领 华言经的内容 就讲这四句 先断烦恼 烦恼断了之后 再学法门 你要不按这个顺序去学 这一生决定不能成就 善才东子给我们表演 他是先得根本志 根本志 亲近心 然后他再去参学 后我得志 那这我们自己观察自己 观察身边遇到的同修 他自己心里贪嗔痴慢很多 你看他跑道场 跑到最后是什么结果 他去参学 参到心里一大堆人的故 就是他没有先断这个烦恼 没有先降服这个贪嗔痴慢 一去参 看到做得不好 这个慢心就容易起来 容易批评 所以这个次第不能乱了 乱了很难修学得力了 俗话有说 是非经过不知难 现在这个时代做事真不简单 我们真的体会到了 我们真的体会到了 不容易去批评人 反而容易体恤人 因为知道很难 多体恤 他的难处不足 多赞叹他可贵的地方 真有不足 我们能不能互念到 真体会是想难的人 不忍心苛责 事长下一段说了 我们今天 这一代 几乎没有成就的 最近 黄念祖居士 告诉 陶居士说 台湾的佛教是形式的 表面新盛是假的 不是真的 台湾没有真正修行人 这一句话是老和尚说的 诸位同修 你们可不要出去照这样说 再来 我说爱之生 哲之切 这个我们要体会到 我自己是台湾人 我听到黄老这么讲 神常愧心 我们前不久 刚好这一次 我们有加拿大 还有英国 澳洲 一些各地同修 到台湾参加 最次会 我们最后一站 到台中联社参访 台中联社教化 70多年都没有断 相当可贵 台湾确实有很多 可贵的姻缘 我们接受黄老局势的加持爱护 我们台湾同胞会再接再临 然后学风道风提升 到时候欢迎大家到台湾来交流 老老上说了 一语道破 真正有修行人 这个地方还会遭劫难吗 不会 没有真修行人 不是不发心修行 他真发心 他修行的程序颠倒了 老人家在这个世界因缘 是要点哪个重点 我们要体会到 像台湾九二一大地震 那佛事很多 这个也是在提醒修行人 那我们看到参云法师 他的道场 没有事情 有没有护法神 真有 共业中有别业 所以我们在听这一段的时候 可不能又听出 看谁的故 看哪个地区的故 这个就不善听不善学了 这一段最重要的是 我们听到了 修学次第不能乱 还有呢 有真修行人 这个地方不遭难了 我们可不能听到这一段 开始在你一想 我搬到跟谁住比较好了 你看真一念心 对不对 请佛住室 请谁 请自己 当今之事 舍我其谁 这孟子的气概要出来 直下承担 没有一个直下承担的心 我看这个听经要听对也很难 我们的心态就像器皿 我们说法器 你倒水 你要有一个器皿 才倒得进 才沉得住啊 可以把他承接起来呢 所以心态对了 听经才能受用 要有当机者的心来听 我要做真修行人 我要护念一方 这个地方不遭难 责任心啊 就跟怨心相应了 跟菩提心相应 所以啊 程序颠倒 不断烦恼 就要学法门 也很用功啊 换句话说 四红四愿 他只有后面两愿 前面两愿不要 他要度自己 不度众生 对众生 想尽方法 障碍破坏 他不断烦恼 所以四红四愿 他只要法门无量 四愿学 佛道无上 四愿成 好像盖四层大楼 底下两层 他不要 他有三楼四楼 这样永远不能成就 所以老实听佛菩萨的话 很重要啊 不能挑着学 挑着就是跟自己的 分别之所学 大错得错 这是真正迷惑颠倒 这是佛门常讲的 可怜明哲 为什么可怜 遇到百千万解 难遭遇的佛法 但是错过了 甚至还造很大的罪业了 那这真可怜了 所以四愿一定要按顺序 心量不大 不慈悲 烦恼断不了 断烦恼不简单 不顾身世 死都不怕 就怕念头不对了 不计成败 要越挫越勇 可是呢 这种气概 这种勇猛 动力在哪 众生无边 四愿堵啊 我不能 让正法在我眼前衰败 让众生在我眼前堕落 不可以啊 我们有这种愿力啊 才能去对峙 烦恼啊 修行的动力啊 在愿心啊 因为 起心动念都想自立啊 烦恼怎么会断 烦恼能断的人 是念念想众生 念念希望别人好 不希望啊 自己好 就是不是希望自己的 自己享受了 你们都好啊 我最不好 这就好了 你们都有福啊 我没有福 这才好 这是待众生苦的 常怀怜悯众生之心 先人后己 才能断烦恼 我念到脑恼上这一段 我就想到 这个 比方说这个 加拿大 生产蓝莓 这个蓝莓巧克力 很好吃啊 我就在这个境界练了 因为 才几包而已 都会别人吃 别人好 我吃不到 这样才好啊 为什么 别人生欢喜心了 我呢 我把贪心放下了 这个 这才好 我们出家了 当然 还没出家以前呢 这十几年 自己一个人吃饭 一个人饱啊 但是会遇到很多 晚辈啊 哦 那有好东西呢 哎 给他们 自己没有留啊 哎 可以去感觉人家当父母的心情啊 哎 可是啊 那种去慈爱晚辈啊 那种感受是非常欢喜的 哦 尤其要看到他们吃啊 更高兴了 嗯 哦 所以我们在敬言当中练什么 先人后几啊 都先考虑别人 才能断烦恼 这个先人后几啊 老让表演的淋漓尽致啊 啊 有一次弟子来请示了 啊 现在哪个宗教有困难呢 我们帮多少 哦 哦 老阿上问 那你觉得呢 嗯 那 嗯 五千吧 哦 然后老阿上说 人家需要多少啊 需要一万多啊 哦 那你有多少啊 一万三啊 都给人家吧 嗯 哦 人家做的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 这就不能分彼此了 哦 所以这个先人后几啊 哦 我们 跟着老阿上很佩服 哦 哦 这种人啊才有资格修行啊 才有资格入佛门啊 怎么入佛门啊 我职要放下 嗯 自私自利要放下才入得尽啊 念念只想自己啊 其次在想别人 不管你怎样精进努力去修学啊 始终皆在佛门之外 不得其门而入 我们有时候好 我不为自己的 有时候还会作用在 我的道场 我的团队 啊 我的美国 我的加拿大 哦 修行的要很清楚啊 我们是放下我跟我所 哦 不要做冤大斗啊 入了佛门啊 还在增长这些该放下的东西 哦 哦 所以啊 这不放下 这个想自己啊 那就决定 进不了 门槛了 哦 所以我在此地啊 真诚奉劝 诸位同修 要想得到佛法真实的利益 天天念四弘四愿 念 没有用处 念 的很好听 不管用 要认真去做 理事不恶 这个理我们很熟悉了 得 落实啊 先要把自己的心量扩开 要像佛的心量一样 心要同佛 佛有广大的心量 心包太虚 量作杀戒 你没有这个心量 怎么能做佛 尤其是静宗啊 佛门广大无边啊 不是普通的法门啊 三根 普遍啊 利盾 凡胜其收啊 我们要授持这个法门 首先要学阿弥陀佛的心量啊 一定要先把心量扩宽 要以真诚心 亲近心 平等心 慈悲心去爱护别人 关怀帮助别人 成就别人 这个人有资格入佛门 有资格修 上上尘 这一尘了一眼 万善同归的法门 这一部经典 这个法门是无上的法门 才有资格修学 其实就是才相应 相应很重要 一念相应 一念佛 念念相应 念念佛 所以受持无量受精 就要有一切皆成佛的心量来受持 这一愿是 第十九愿 文明发心 叫发菩提心 我们共同其免 这一愿学习完了 我们的菩提心都发出来 哇 然后上 这一愿 我还没翻到 你看这一愿花了这么多时间 哇 我到现在才摆碗了 然后上古果佛星 讲那么长 修学重点 所以不能 无人吞澡把它划过去了 今天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 谢谢大家 阿密 多佛 感谢观看